好,那我們已經完成了990303的一個建模 我們回到題目頁要求我們做什麼 電腦畫這邊,我們要畫兩部分 第一部分是繪製零件3跟零件4的 1比1出圖在一張A3上面 那我們都建模完了,對不對 來看一下零件3是什麼 零件3對,這個就是它的齒輪軸 你可以發現這個左端就是套扳手的地方 所以扳手這邊就會用人力輸入這個旋轉動力 那這個齒輪軸就會旋轉 旋轉就會帶動,帶動這個東西 這個東西什麼,這就是我們的零件4 零件4在這邊,有沒有 這裡會有一個這個叫圓桿尺條 圓桿尺條,它就會 裂合,這兩個裂合在一起 那它就可以做一個直線的一個往復運動 所以 我們 這個1用不到啦 所以第一個出圖,我們說過是要出圖零件3,零件4 所以請你把這個題目頁 4分之4,請你準備在旁邊 那題目也有要求 這個規範 標題欄 那我們一樣 就把你們的這個建模檔 也就是IPT檔,準備好 題目指就準備好這個4分之4這一頁 還有這個 那你會說,老師這個圖層設定 每一次都要做練習 但是我這個錄這個,我就不再多做贅述了 各位同學,你自己去我的301 播放清單裡面的301 那邊有一個part 0,我們有一個圖層設定 形式編輯器那邊 我們有做這些設定 這我就不贅述了 節省大家的時間 我們接下來 二話不囉嗦 我們就直接從 出圖 零件3、零件4的這個出圖 我們就開始進行 好,那我們來做放置 303 第一個先放置我們的零件3 基準 好,再來 放置零件4 好,放下面 再來我們把它做下面做投影 投影過來 接下來 接下來這個上面也把它做投影過來 好 那這個放大 看一下這邊 註解 這裡面有放中心線 我們把它放中心線 先放上去 把它拉長 這個左邊也把它放中心線 來圖面 來圖面 這個視圖 我們把它呈現一下 這個下方 這個地方 也是一樣 看起來怪怪 我們把它刪除一下 我剛才看起來不太對 等一下再處理 好 好 我們先把它移到適當的位置 做好這個步圖 然後 然後 我們來看一下 下面這裡 應該是可以 好 那我們就來進行 先畫 上面這條線 投影幾何圖形 我們先把它決定 距離是1 1 突出來1就好 啊 這裡 突出來這裡1就好 好的 再來 這一條線 投影幾何圖形嗎 我想想看 嗯 這個距離這樣 可以 再來 他的一個距離這裡也把它設定是 1 限出 用 間隔 虛線 點長虛線 點長虛線 0.5的一個粗細 好 這樣子 1會不會太短了 0.5短一點好了 0.5 這把0.5 突出來不要太多 好 接下來我們下面也在畫一條線 下面也畫一條線 點投影幾何圖形 我們針對他這個距離 把它定好 排30 然後這裡突出來 1 然後上下 一起做 所以把它約束起來 兩個之間的距離是30 30 再來 這一條線 看一下 性質這邊 把它改成 0.18 也是 點長虛線 那這樣裡面的線 會比較細一點點 再來這邊完成草圖 我們把這裡的可見性關掉 有時候放大來看 好 接下來我們 針對這裡來畫一個叉叉 因為它這個是面 我們畫一個叉叉 這裡是要放扳手的地方 再來 右手邊 看一下題目的要求 好 這邊 我們把它標注 這個 15 緊缺一點 偏差也把它放上去 0.02 0.03 3 4 上面都是負負的 三位小數 三位小數 好 再來 我們順便來處理這個隱線文字好了 隱線文字我們把它打上去 尺面 硬化 再來 把它控一個小格 HRC 1 孔一下 54 正負 正負用這裡的 輸入 正負2 好確定 等一下 這後面怎麼那麼多亂碼 先按確定 嚇死人了 好 紙面硬化 把它移一下 這怎麼沒有下底線呢 看一下這邊 從這邊要選 下底線才出現了 嚇死人了 來這邊 表面是購符號 這裡是 RA 題目是寫0.8 上面有字喔 輪模 所以直接在這裡 C的位置 直接打輪模就可以了 把它移出來 移出來 好 再來 看來 看這裡 我看一下我們圖面 這個地方 要畫補一條 一條線 距離 把它 定 1 1mm 這裡 再畫一條線 我們也這個距離 我們也把它定1 也把它定1 完成草圖 好 在這地方 我們 點 放入這個 以線文字 文字 題目要求是 CNS 空音格 5060 DASH F1 乘上 0.2 對不對 這個 是箭頭嗎 等一下處理 來 這裡 箭頭 我端點把它改 小點 小點 小點這麼大 恩 沒關係 這個 我們等一下再處理 好 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 左邊有一個 紙性文字啊 所以我們就直接複製過來了 懶得打了 好 再來 這裡距離 是10 沒有錯 這裡標註這裡的 這個當初 是一個問號 這就跟你的設變有關係囉 這邊 48 再來 這整個總長 47 這兩個一樣 和 同一個 水平位置 再來偏差偏差 把它放上去 好 好 是零負 零負的 把它移過來 OK 好的 再來 表面吃過福 在這邊 馬上處理一下 這是 RE0.8 好的 再來 這邊的一個 距離是 14 跟他一樣高 這裡有一個角度 我們是 30度 好的 再來 來 遮一點 到這裡 抓一個總長 94 建模應該 沒有問題 好 這地方 表面之夠符號 題目這裡是 RE0.8 去圖的 但是因為有多兩個 所以我們在這個地方 我們稍微 做一下步圖 在這個地方 還要再加入 頂點引線 再點到這一條線這邊 好 可以 稍微 喬一下 喬一下 這就是 各位步圖了 這就步圖能力了 這移上來一點 因為我下面 還要放一個表面支夠符號 是去除材料的 RE0.8 再來到這裡 距離是 PHY15 所以前面要加個PHY 這裡有一個 偏差 它是負負的形式 所以 我們這裡 小數點位數 咦 趕快修改回來 怎麼剛才打正了 好 檢查一下 看看這邊 這裡整個這個地方 也是有一個 直徑 三四 來 偏差把它 定上去 是零負的 零負 那我們把它 移 中間 或你要移上面 都可以 我先放這裡面 檢查一下 好 那沒問題 我們來處理 左手邊 這裡的投影 婆視 那這邊是 前面要加一個 正方形 小方塊 對不對 11